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魔鬼二世 阿诺和同为科学家的基友正在研发一种 安胎灵能够大大降低女性怀孕的风险 在动物身上的实验非常成功 现在只差用于人体实验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药监局的批准 于是投资方将实验资金全部撤走 还将他们的实验室让给了一名 研究低温丸子的科学家戴安娜 阿诺气不过直接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可基友不想这样放弃他们的研究成果 他不让我们进行实验 我们可以偷偷实验啊 可是哪有孕妇愿意带着自己的孩子 进行人体实验呢 谁说我们需要孕妇了 我们可以偷点金子和卵子结合 然后注射到男人的体内啊 只要证明安胎灵是有用的 药就能够上市 我们就能声明大造且发财 而这个男人的不二人选就是阿诺 阿诺觉得基友是疯了 让男人怀孕成何体统啊 但是在基友的百般劝说 嘴炮攻击下 阿诺同意了 但是卵子从哪里搞呢 当然是从刚刚搬过来的 科学家戴安娜那里偷啊 他储存了那么一大箱 偷一个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于是基友趁夜色溜进实验室 偷了一管卵子 和阿诺着手将他的金子 与卵子结合 然后注射到腹腔中 阿诺好奇卵子来历 基友只是说自己从朋友那里拿的 注射完成后 阿诺当晚就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的孩子出生 只不过这个孩子长得就很惊悚 直接把他给吓醒了 一段时间的实验后 阿诺出现了明显的孕期症状 恶心呕吐肚子疼 情绪泛滥 戴安娜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但都被基友编造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 可是他们的主任就没戴安娜那么好骗了 看着容光焕发的阿诺 主任起了疑心 基友要阿诺立刻停止人生 阿诺却开始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没有停止服用安胎灵 他准备好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临 二十周后 阿诺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大家都以为是他的啤酒肚 基友却被吓呆了 让男人生孩子 这是多违背自然法则的事情 要是让别人知道 说不定自己的医生执照都要没了 基友只能同意帮阿诺生下孩子 但主任并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他偷偷跑到阿诺的房间里调查 发现了许多给孕妇服用的安胎灵 戴安娜也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阿诺一没忍住 就告诉了他自己怀孕的事情 巧的是刚好偷的还是戴安娜本人的卵子 这让戴安娜非常气费 就在两人因此大吵一架的时候 主任赶到了现场 他怀疑阿诺怀孕 要带他去做检查 阿诺一把就甩开主任跑了 现在基友必须把阿诺藏起来 于是让他女装住进了产妇中心 为了不让人起疑心 阿诺谎称自己是服用药物过多的运动员 所以才这么大块头 在产妇中心的日子过得非常快 人体实验很成功 已经有人愿意帮助他们的药品商事 戴安娜也选择原谅了他 两个人准备在孩子生下后 组成幸福的家庭 临近产期 阿诺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 他赶紧跑回房间反锁房门 打电话给基友和戴安娜 让他们去接他 基友立马在医院安排了一场 只有两个人接生的手术 可这个消息被泄露到了主任耳朵里 他想将功劳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于是召集了大棒的媒体记者 在医院门口堵截阿诺 男人生孩子 这可是个天大的新闻 但他没想到的是 基友找来了自己 刚好也临近生产的前妻应付媒体 让阿诺走后门进医院 这一下惨了 大新闻变成了假新闻 主任遭到了解雇 阿诺逃上了手术台 生产进行得很顺利 是个女孩 基友的前妻也生下了一个男孩 刚好这个男孩的爸爸不想负责 基友愉悦接盘 不过不知道 现代科技什么时候 才能让男人生孩子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